她来了她来了 她的腰身已不似之前那般鲜细 杜大如罗运向十足 然而吉娜却只是长大了肚子 脸蛋儿和手臂与孕前完全没差别 在前两天吉娜还教大家怎么画出美丽的约会妆 视频中吉娜还意外透露了自己曾给婆婆画过妆 由此可见在处理婆媳关系上吉娜还是非常棒 想必看到老婆和亲妈相处得如此融洽 朗朗也是欢喜不已了吧 而能得如此美娇妻朗朗确实很幸福了 吉娜爱丽丝出生在德国威斯巴登 是位德韩混血儿 她从四岁开始学习钢琴 是一位很优秀的年轻钢琴家 她与钢琴家朗朗相识于德国柏林 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婚礼 初次见面朗朗就对爱丽丝很有好感 自从看了幸福三重奏 对吉娜的印象就不简单停留在漂亮上面了 她不仅漂亮身材好温柔有礼貌 而且有时候很女汉子 虽然在朗朗面前是个小女人 但是思想很独立 节目中吉娜说着一口可爱的东北话 经常会把观众逗乐 大家更是被她和朗朗甜甜的爱情hold到 吉娜就像一个粘人的宝宝 总是徘徊在朗朗左右 谈到朗朗眼里总是充满了光 在节目里秀恩爱更是常规操作了 现如今吉娜离预产期越来越近 相信她和朗朗也是愈发激动吧 真是很期待小宝宝的到来了呀 你喜欢朗朗和吉娜吗 对于他们的爱情 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下方留言讨论 声明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谢谢 and 她走了她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